字幕志愿者 这也是首次有企业包机 未出国真发表 从后机室就提供手机 让VIP粉丝一路玩到停机坪 再飞上贴 防行路线从台湾到日本公共古岛上空后 沿东海岸折返 第一次在飞机上体验这种 像是新机发表会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 然后很难忘 因为我真的是他们家的铁粉 它可以当作一般的零件 想要成这样子 不错 他可以自己买 他不用我买 三星和星宇跨界合作 用飞机当作5G折叠机发表会现场 再透过飞行让粉丝实测 不仅能多工处理 还能用大萤幕拍照等功能 航程中只见粉丝拍个没完 飞机内装餐点入境 把跨界效益发挥紧致 还有其他企业找你 其实现在蛮多的 蛮多企业的 也有直销公司 大概五六家 国际旅行萎缩航空公司要开拓裁员 也有连航跨电商卖起水果 还能从日本直送 免出国就能吃得到 另外也有航空公司 从中秋到明年元旦近距离赏月 到直级2021第一道曙光 以各种名目把内出国专机超前部署 嚼劲脑汁要在疫情中找新出路 CQ的杨雪桃月报道